我們最後呢跟大家分享這個Google協作平台 因為呢其實以前老師如果我們剛剛那種方法是做單一個教材 所以你有很多教材一個課程怎麼辦 你不會只有一個影片啊 這個時候你需要一個可以呈現的方法 雖然學校也有所謂的數位學籍平台 那您覺得學校的數位學籍平台好用嗎 不要出聲喔有錄影喔 用表情表示我就看得到了 好很顯然大家都覺得好像不太夠對不對 那麼現在呢Google的協作平台在這裡 您只要登錄Google雲端硬碟 您如果沒有登錄的時候假設你剛剛進信箱 從這個九格是不是可以找到雲端硬碟 他已經整合在我們雲端硬碟裡面了 我現在沒有用多少只有用800多句而已 哇沒辦法無限空間啊 可是我們用在正途我沒有用在那個隨便亂丟東西 因為我上課錄影片怎麼那些我都丟這裡 因為空間不怕嘛對不對 那重點來了您可以從這個地方 新增更多裡面 有沒有看到一個Google協作平台 他也成為Google雲端硬碟的一份子 那到底他會呈現怎麼樣子 您從我這邊來您就會看到了 在我的首頁左手邊有沒有很多 你現在看到這四個其實都是新版的 那既然有新版有沒有舊版的 有往下走您看到這個 這邊上課用的這個就是舊版的 我比如說像我點一下中正的 這就是舊版的 以前我也是用這個舊版去整理 就是我到每一個學校去的時候 我都幫每個學校都建一個 那我想很少的老師上課這麼認真 有沒有 哪一年上什麼課都把它放在這裡 除了介紹錄影片有沒有全部都在 很少老師這麼勤勞的吧 所以我後來會改的 後來我都用1no而已 好我都用1no 可是這是舊版本的 那舊版本其實也不錯 但是呢因為我們現在 瀏覽器應該說網站 是不是都要適應的嗎 很多不同的螢幕解析度 你有的用手機有的用平板 對不對 有的用電腦 那舊版本的雖然也有類似的功能 但是就是當初不是為了這個而做 所以可能能夠調的比較有限 所以他後來的新版本 就像您剛剛所看到的這些 在上面的這些 比如說像跟我們今天比較有關的 剛剛是不是有講到這個 跟我們OBS比較有關的在這裡 好這樣我從這邊點進去 你看我把它拉出來 今天呢如果我的螢幕變小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它會自動調整 對不對 選單跑到這裡來了 有沒有看到了 你就可以從這邊直接怎麼樣去做 那它會這種的就是我們把它稱作RWD 就是自適應的 自適應的這個網頁的那個排版 所以新版的就是會像這樣 但是呢以往你要做這個老實講 你要有很多的網頁設計的什麼背景 相關的知識要認識 所以以前我們有一段時間 做數位教材 就在做什麼 在做網頁 但是這樣有點為難老師對不對 我又不是教網頁的 幹嘛叫我做網頁 我是叫教材耶 我只要做教材 所以說呢我們現在用這個叫做Google協助平台 就很簡單 那您可以從這邊增加按一下 好建立 有沒有就一個這樣子 它最大好處就是說 你的資料的內容 除了這些版面以外 你有很多都可以跟雲端硬碟做整合 您看到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很多 您只要在雲端硬碟上都可以 那老師可能還會有一個情形 我的教材是PowerPoint 我的教材是World 可不可以放進來 可以 不要忘記 雲端硬碟可以看得到的 包括影片 包括Office檔案 都可以用 那第一件事情 各位需要的就是你的版面 你可以自己更新一下 你的標題有沒有 這邊我就先不改了 來我找右手邊 你想要你的內容 有什麼版型的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版面配置 你就看 我要這一種的點一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好進來了之後呢 你就啊這個圖片 點一下 你可以選擇 直接上傳 也可以直接從雲端硬碟加進來 也可以YouTube影片 有沒有Google地圖 Google字體都進來了 也就是他這些東西都已經很 嚴密的跟我們的什麼 雲端硬碟做結 還有Google的服務 所以你要使用會變得相當的簡單 你到這邊 比如說我從這邊 選舉 直接雲端硬碟或者我的相簿有沒有 像這樣子 好 啊這一張 好 富士山 這就進來了 不夠大 自己調整一下 這樣 有沒有 編輯 好 那再來 如果你要插入影片 插入影片有兩種 一種是來自YouTube的 這最單純 所以你只要 像我上傳的是很多啦 這裡 有沒有 影片就進來了 你也不用什麼要網址啊之類的 那如果呢 你的影片不想要公開的 因為放到YouTube上 就相對比較公開吧 放在雲端硬碟上的影片可不可以進來 當然可以囉 你看上面這邊 插入雲端硬碟的檔案 好 我的上課錄影片太多了 好 隨便找一個 這裡 點兩下 有沒有雲端硬碟的一樣進來 那要放上去怎麼辦 按著往上拉 有沒有就上來了 好 太大 然後縮小一點 有沒有跟他一樣了 所以他把排版有沒有變簡單了 你就可以像這樣 那當然在這邊的話 你一個頁面不夠 你可以再增加 好 而且呢 你看 要調整順序怎麼辦 按著往上拉 我們在所謂的這種頁面面 他都是一個叫RWD 好就是一個區塊一個區塊 你只要這樣拉動拉動就可以了 這樣OK嗎 所以 所以其實 其實 協作平台的部分 就讓你們會發現 把網頁製作 網站製作 是變容易的 因為你不用懂任何的網頁語法 你也會做 你也會做 所以就像這樣 這樣 有沒有稍微比較清楚一點 那最後呢 如果您做好了 要發佈 怎麼辦 就是從右上角這裡 好 右上角這邊 按下去 他會請您 自己挑一個網址 自己挑一個網址 好 那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學校網域 所以有沒有網址比較長 會加上學校網域 如果你是一般的Google帳號 他就是前面只有這裡 好 就只有這裡 那網址的部分呢 您要留意一下 因為 有先來 後到的問題 所以今天如果你打了一個 這樣子 他會說 不好意思 已經有用了 有沒有 所以你要自己想辦法 自己 找一個沒有人用過的 有獨特性的 好 那以後你的網址就會是下面這個 這樣了解了 你就可以發佈出去 那麼我們在發佈的時候呢 我們在發佈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你是要不要完全公開 也就是這個 如果只是老師 你上課教材 你看就好 對不對 你不一定要讓人家能夠連進來看 他可以設定權限 好 可以設定權效 這樣發佈 好 做好了 你看發佈裡面 有沒有一個發佈設定 點一下 你可以要求 他不要顯示 這樣子被搜尋 就不會被搜尋已經找到 好 就不會被搜尋已經找到 好 那您直接來看這邊 已經發佈的網站 您看我的網址 有沒有就是剛剛那一個 這樣您了解了 所以您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來整理你的什麼 教材資料 不管是你要放簡報的檔案 還是要放那個都可以 這樣 還OK嗎 所以這個部分 我就比較快的 跟大家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 太好了 這個部分